在传统吟唱声中 代表世界原住民族广电联盟主席重责大任的信物 从澳洲原住民族电视台台长Tanya Orman的手中 移交给纽西兰毛利台台长Paola Maxwell 两人以轰意交换鼻息 从11月7日起 在澳洲雪梨召开的世界广电联盟V本第五次会议 在11月9日晚上 以主席的交接仪式画下句点 这次的会议再度确认了联盟存在的必要性 营业媒体传播的快速变化 各国原住民族电视台 如何能够在各自的国家 强化原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与保存 又如何以全球性联盟的角色 共同传递原住民族的声音 提供原住民族自己说自己的故事的平台 一直是V本的核心任务 这次的会议重新审视了合作的共识 并且草拟出未来的策略走向 新任副主席则是由夏威夷OAVTV的台长拿累乎Anthony接任 并且承诺在2020年接任联盟主席举办大会 目标放在要串联更多的原住民媒体 让联盟更加茁壮稳固 经过三天的会议讨论 除了执行长和台长之间 对于联盟策略和未来走向 达成初步共识 将在明年初确认整体策略计划外 新闻和现况议题 姐妹交换和共治 伙伴关系和创新等三个 集合了各台第一线从业人员的工作坊 也提出讨论结果和建议 主要诉求的共通点 就是要盘点并且厘清 目前各台所拥有的素材 以及相对的需求 强化现有的交流 拓展新的合作可能 这也是台湾的原民台 此行已再强调的重要目标 我觉得就原住民主电视台来讲 我们不孤单 是因为有Webin这个平台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他的电视台 他怎么在他们的国家 做原住民族的节目 族语节目 儿童节目 这些东西都可以是我们 一个很好的典范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在 新闻交换之外 更积极还有节目交换 能够突破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也许是以语言或是预算 但是没关系 但我觉得只要有开始 我们都可以去做 此次会议时间短促而紧绷 强调各台人员实质交流 建立关系的设计 所激荡出的火花将会如何延续 并且持续发酵 事实上 未来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电视台 是否可以长期且紧密合作的关键 除了在各台台长和执行长层级 需要制定出清楚而明确的策略方针 并且有相对应的预算支持外 就是在于实际执行层面的第一线工作者 如何以专业 热情 投注心力 执行会议结论和建议 将理想转化成真 记者独臂 法浩 澳洲雪梨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